第1241集 钟玉堂跟吕树交谈结束之后 便回到了炼气大楼那边观察情况 毕竟吕树这么把学生当驴用 钟玉堂很难保证学生没有负面情绪值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吕树要的就是负面情绪值啊 甚至开始畅想着 随后六大修行学院 其他炼气专业的学生到来后 会给他提供多少的负面情绪值了 欧阳丽上在操作间里巡视着 其实天下潮并不大 所以七个碎片的建模工作 本就不算多么困难 难的是精准度 精准度向来是欧阳丽上最骄傲的事情 其中要求手稳 掩毒 很多炼气师都比欧阳丽上差远了 不能喝酒 不能抽烟袋 不能有不良嗜好 这是宇宙炼气师的要求 因为这些刺激精神的物品 都会限制一个炼气师的手指稳定性 是大忌 天下潮这种东西 七块碎片必须言辞合缝 所以欧阳丽上对这些学徒炼制天下潮 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然而 当他把需求提出来后 欧阳丽上忽然发现 这些学徒乃至于中玉堂 都从来没把建模这种事情放在心上 仿佛建模就是炼制天下潮理最简单的一个步骤而已 然后他第二天就看到中玉堂指挥着一大群人 驾着车辆 拉过来了一大堆他都不认识的精密仪器 学徒们好像对这些仪器还挺熟悉的 但欧阳丽上 一时半会儿又不太好意思问 中玉堂把仪器卸在安装完毕后 看向欧阳丽上 大师 咱们这驻魔允许多大不差呀 欧阳丽上傲然道 不可超过十分之三毫米 说实话 欧阳丽上最佩服老神王的地方 其实是老神王统一货币和统一度量衡的魄力 一毫米便是一千微米 也就是这驻魔的误差不能超过三百微米 七件碎片以捐刻的法印连结和稳定 超过这零点三毫米 法印便没有作用了 然而误差越小 这柄天下潮便越厉害越稳定 中玉堂愣了半晌 看向欧阳丽上说道 零点三毫米 这误差会不会有点太大了 欧阳丽上满脸的问号 这大概就是机器和人手的差别了 欧阳丽上他们驻魔向来是用人眼去识别 用人手去改进 所以能够保持零点三毫米的误差 那真是太厉害了 以前在旅宙 有些大师喜欢喝酒 自己已经无法保证驻魔的精准程度 就只能招一些有天赋的学徒专门干这种事情 甚至发展出来了一个新的产业 然而误差在零点三毫米 还是很少有人做到 而现在 中玉堂他们所接触到的仪器 零点一毫米误差那都是起点 文件里但凡出现经加工三个字 超过这个数的误差就意味着失败了 欧阳丽上被憋得很难受 但他又不想认输 他忽然说道 这是给学徒的尺寸 我不是怕他们完成不了吗 你们要是能做到更精准 那当然是更好了 然后欧阳丽上就想看看 中玉堂他们的反应 结果中玉堂忽然皱眉 对旁边的人说道 这是第九天罗交代下来的大事 你们务必保证做到 零点零五毫米的误差 这是死命令 欧阳丽上心想 你们地球人可真能吹牛逼 然而中玉堂旁边的人笑道 您放心 虽然时间短 但咱们这设备 做到零点零三毫米都完全可以 其实就算是普通地球人 也会觉得零点三毫米 这个精准度很厉害了 但中玉堂他们所处的位置 便注定他们一切标准 都不会向民用工业看齐 欧阳丽上在旁边彻底不说话了 他深知 如果中玉堂他们是认真的话 那么这些设备拿到宇宙去 很有可能直接淘汰掉一个行业 不过说实话 某个行业忽然在一夜间被淘汰的事情 在地球上真的太常见了 技术革新的脚步只要还在进步 那么这种事情就会一直发生 所有人都必须在这个时代里不断地进步 才能保证自己不会被时代抛弃 欧阳丽上将天下朝的图纸画了出来 交给中玉堂 结果三天之后 第一件模具就呈现在欧阳丽上的眼前 比他想象中的时间还要快了四天 这个时间 他都还没教会那些学生该如何捐客法印呢 中玉堂忐忑地等着欧阳丽上检查模具 这时候欧阳丽上发现 这一群选手真的没有吹牛逼啊 这模具是真的完美无缺的 不知道为什么 欧阳丽上有点落寞 当初他就是靠这个手艺 才从其他学徒里面脱颖而出 成为师父的关门弟子 结果现在这手艺 在机器面前已经不值一提了 欧阳丽上调整了一下心情 看向中玉堂 天下朝终于要重见天日了 张卫宇这些人也没什么事干 最近天天都守在练器大楼外面 想要在第一柄天下朝铸造出来的那一刻 便得到第一手消息 对于普通人来说 天下朝是非常厉害的法器 然而对于张卫宇他们来说 天下朝是一种信仰 代表着老神王的恩赐 练起大楼里热气蒸腾 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学生们一个个累得汗流加倍 简直后悔自己对第九天罗的崇拜 中玉堂心说 老让学生们积累对吕树的怨气也不是事啊 他是大管家也是要发挥作用的嘛 于是专门找到七大修行学院的学生们 语众心长地说道 第九天罗为什么让你们这么累 还不是希望你们能快速掌握炼气传承 时事造英雄 留给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们与宇宙的战争随时都可能拉开帷幕 这个时候 你们怎么还不能理解第九天罗的苦心呢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炼气传承 你们竟然还埋怨他 为众人暴火者 不可使其恶于风雪 为自由开路者 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 中玉堂面前的学生们 一个个愧疚地眼眶都红了 有人擦了一把眼泪说道 是我们错了 是我们觉悟太低 行属路平房里 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吕树 忽然坐了起来 咬牙切齿地说道 终于堂 我跟你势不两立 第1242集 吕树现在觉得 这事有点邪乎啊 自从自己晋升大宗师之后 怎么在赚取负面情绪值这种事上 老是出现意外呢 眼瞅着第九天罗 都成为世界级好人的人设了 怎么自己家里找同学们 拿点负面情绪值都这么难呢 这下子吕树就有点不服气了 干嘛呀这是 地球不让呆了是不是 吕树从沙发上起身 往练气大楼走去 结果走到门口的时候都懵逼了 这才一天时间没来 怎么门口都竖起自己的雕像了 神了好吗 他走进了一瞅 看到自己雕像底下的基座上 写着 为众人抱活者 不可使其 此雕像 纪念第九天罗 为炼器传承 所作贡献而立 吕树脸都黑了 他还在底座上 看到欧阳立尚的字样 这雕像八成 就是欧阳立尚 亲手打出来的 这马屁精 绝对能干出这种事来 走进炼器大楼以后 吕树发现 所有人看自己的目光中 都带着崇敬 这给吕树憋屈的 他就是想赚点 负面情绪值不行吗 忠语堂迎着吕树走过来 擦了把汗说道 不如审命 他们现在一点都不怨恨你了 还特别感激 呵呵 吕树差点就掀桌子了 他喊来欧阳立尚问道 大概算过没有 多长时间能够造出 多少天下潮来 欧阳立尚眉飞色舞地说道 以前我觉得 一周能够打造出来酒饼 就已经是奇迹了 现在我觉得一周时间 说不定能出一百二十饼 虽然筑摸这个 最耗费时间的难题解决了 可是法印的捐刻 却制约着最终的产量 毕竟这件事情 是完全无法用机器来取代的 吕树觉得 未来的地球文明 大概会是修行与科技 并驾齐驱的状态 要比吕树更加均衡一些 一百二十饼 吕树沉思着 如今归拢在五卫军里的内殿值 也不过五十多人 足够了 然而就在此时 龙门山上忽然传来了巨大的能量波动 吕树心中一顿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吕树转头对欧阳立尚说道 必须再快一点 空间通道说不定五天后就会关闭 欧阳立尚心领神会 转身便回了练器研究室 所有人都不眠不休地工作了 只要熬过五天就好 这段时间里 所有人都知道空间通道终究会再次开启 但所有人都期盼着这一天晚点到来 因为这一次开启之后 注定是要死人的 当空间通道开启的那一刻 每个人都知道 该面对的必须要面对 楼门要塞里的喧嚣 好像慢慢沉静了下来 就像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似的 每个人都不怎么大声说话了 大家都忙碌着做自己的工作 不是他们一夜之间性格大变 变成了沉默寡言的人 而是大家都感受到了那股压力 来势汹涌 这五天时间里 让吕树比较意外的是 吕树那边有不少人 早就等在了北美的空间通道入口 当空间通道打开后 便冲进了地球 掠夺一切可见的资源 其中包括人口 这不像是有组织的行为 更像是鲨鱼群 闻到了血腥味后 蜂拥而至 那些宇宙奴隶主是来吃人的 吕树直接去那边抓了个奴隶主回来 交给忠义堂审问 结果比较意外的是 这些人真的没什么联系 完全只是因为得到了关于地球的消息 并且很清楚 这里的修行者要远远弱于宇宙 有人在刻意地散播着地球弱小的消息 又用人口来吸引那些大奴隶主 却偏偏隐藏了黑羽军 就是被地球覆灭的事实 甚至还有人传言 虽然五位军杀了二十万黑羽军 但因为历劫已经被端木黄旗所灭 这事没有人可以查证 端木黄旗也不会出来辟谣说 自己其实被打败了 二十万黑羽军白死了 天罗地网内部原本想袖手旁观的 可这样放任吕树的奴隶主们 大肆劫掠也不是个办法 于是吕树亲自走了一趟 吕树亲自的当天 北美空间通道外面血流成河 掠夺者们纷纷退回吕树 因为已经有人认出了吕树 这是五位军之主 传说中已经被端木黄旗所杀的吕树 竟然根本没死 情报有误 事实上吕树的名头在吕树 可比在地球好用多了 在地球 第九天罗现在的名声 是救人救出来的 在吕树 五位军之主的名声 是杀人杀出来的 两种名声完全代表着两种态度 当近来劫掠的吕树人 发现他的身份后 压根不敢造次 要知道 端木黄旗的二十万黑羽军都湮灭了 更何况是他们 然后结果就是 北美那边的空间通道 即便没人守护 也没吕树的奴隶主赶进来了 好人第九天罗的名声 再次传遍海外 并且升级为人类守护者 这不出意外的话 吕树已经很难在海外获得大面积 心里阴影和负面情绪值了 第五天清晨 张卫宇等人回到营房里 穿上自己的盔子 拿上自己的武器 站在操场上静静地等待着 平日里的五位军天天混迹食堂 有人还偷酒喝 被吕树责罚了 一边喊大王罚得好 一边被揍得嗷嗷乱叫 天罗地网的将士们 远远地看着这一切 他们发现 当五位军穿上盔甲的一瞬间 这些五位军 就不再是以前所见的那些混子了 而是真正的战争机器 天罗地网经历过大战 可是相比五位军来说 他们的精力还不够 杀的人也不够多 不管是在南州清亚 还是一路从南州 杀穿黑羽军来到地球 五位军经历过的血与火 都比天罗地网要多得多 当五位军纵马 从王城青石板路上走过的时候 便是五位军的气势 达到顶峰的时刻 只不过 这么一支足够彪悍的军队 也只听命于 屡数一个人而已 整个龙门要塞里都寂静无声 天罗地网的将士们都在注视着五位军 他们中有不少人都很羡慕五位军 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了 这次通往吕咒的空间通道开启后 只有五位军才会开拔去往吕咒 天罗地网必须死守地球 吕咒还没有出现 因为他在等天下潮 苦逼了整整五天 炼气学徒们全都聚精会神地 围在欧阳历上旁边 这五天里 他们每天吃饭睡觉的时间 加起来也不到一个小时 基本上就是打个盹以后 就要继续铸造天下潮 而现在就是苦尽甘来的时候 他们要见证欧阳历上 如何将一个个法印打上去 让这些死体变成活物 看欧阳历上如何化腐朽为神奇 只见欧阳历上随手拿来一柄 天下潮的七个部件 如同信手拈来般 快速在七个部件上 分别用锤子打下法印 欧阳历上说道 法器没有法印 就只能是死物 就像人类如果没有经脉血管 就会死亡一样 他打下一枚法印后 继续说道 这些法印就像是 我们已经学习过的文字一样 早就有了固定的套路 但是我这天下潮不同 七枚法印皆为我首创 说是苍结造字也不为过了 说着 欧阳历上看向身边的炼器学徒 只不过 你们要明白这法印与文字不同的是 文字已经足够完善了 各位学习前人留下的东西就好 而法印还有太多的空白 还有太多的想象空间 不要掌握了几个法印 便沾沾自喜 要自己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这一刻 炼器学徒才将欧阳历上 与炼器宗师的形象联系在了一起 平日里 欧阳历上就是个马屁精啊 或者就是一个苛刻的小作坊主 哪有一点宗师风度啊 只见欧阳历上将第七枚法印 打下去的一瞬间 那原本分散的七枚天下巢碎片 竟然无风自动 自己拼接在了一起 变成一柄长剑 红色如岩浆的纹路 在剑身之上流淌着 法印就像是河床 从干涸到大水奔腾 这一刻 法印里的岩浆有点外溢的趋势 犹如洪水即将决堤 欧阳历上不慌不忙地 将剑身投入身旁的水缸里 那火焰就好像真的燃烧着烈火般 发出了滋拉的声响 这才暗了下去 欧阳历上将天下巢重新拿于手中 心中小声嘀咕 这精密仪器做出来的模具太狠了呀 误差小到肉眼难以分辨 其实他以前炼制天下巢的时候 并不会出现洪水决堤这种事情 但他也说了 这天下巢越是严丝合缝 威力就越大 这次科技注膜导致法印连结时 发生了欧阳历上都没想到会发生的事情 那即将崩溃的洪流岩浆说明 剑身差点承受不住 法印弃合那一瞬的威力 好险啊 差点就装不下去了 一柄又一柄的天下巢被打上法印 最终呈现在吕树面前的 是一百四十四柄 比欧阳历上自己预期的还要多一些 旁边的炼器学徒们 一个个若有所思 只是原本那些有资格编撰教材的炼器专家们 心中有些苦涩 从今天开始 他们便要和这些修行学院的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了 不过 虽然大家心里总会有点不甘心 因为他们会的学生都会了 但是他们并不感到遗憾 炼器专家们在京都炼器实验室里 没日没夜研究金属物质与灵力反应 他们是为了自己吗 不是啊 是为了天罗地网的繁荣与昌盛 如今这个目的达到了 他们需要做的是重新启程 而不是在这里抱怨 欧阳丽上看向吕树 谗笑道 大王 不如使命 这天下巢打造出来了 吕树看着天下巢 冷却之后的天下巢中 有七条金色的游龙穿梭其中 黑色与金色相得一张 下一刻 所有炼器学徒们 便看到那些天下巢腾空而起 在空气中划出可见的波纹 朝外飞去 他们的眼前就像是 一条条黑色的龙在嘶吼 一柄柄地插在张卫宇 他们面前的地上 发出剑身与地面摩擦的刺耳轰鸣 吕树带着欧阳丽上 一步踏破虚空 来到张卫宇等人的面前 他看着正在压抑激动的张卫宇 笑道 还等什么 自己取剑 一柄柄天下巢 飞入张卫宇等内殿职的手中 张卫宇吃惊地看着吕树 这天下巢 比曾经的还要趁手一些 欧阳丽上当然不愿意承认 这是科技的功劳 他清了清嗓子 本练器宗室也是会进步的 你们手里的是天下巢二点零 吕树无语地看向欧阳丽上 别看了点地球的东西就瞎起名 好好的一个名字 都让你给起得不伦不类 还叫天下巢就行了 欧阳丽上低眉顺眼地拍着马屁 大王英明 大王说得对 张卫宇鼓足了勇气 忽然问道 我一直有个疑惑 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但是还没法确定 今天大王 你是否能为我解答一下 吕树平静地看着张卫宇 你说 张卫宇说道 欧阳丽上大人 我们也曾听说过 这位是老神王的御用匠人 几乎神王宫中出来的所有法器 都刻着这位大人的名字 但是我也听说过 这位大人 只为老神王铸造法器 因为他的命是老神王救的 欧阳丽上瞬间从马屁精的状态 脱离出来 聚傲了起来 嗯 你知道的还挺多 吕树心说 自己其实早就打算正面告诉你了呀 可你认不出尸口怪谁呀 不过李树有点好奇 你又是何时有这个疑惑的 张卫宇说道 鬼树大人 曾给我说过一件趣事 老神王当年抱着 泪绝大人回神王宫的时候 泪绝大人还在强宝之中 那一晚 老神王唱着一首小星星 哄泪绝大人入睡 与您的天地异象 一模一样 鬼树大人说 他从未见过您 如此温柔的一面 那个时候 他便明白 我们随您出生入死 到底是因为什么 这个时候 张卫宇的称呼已然变了 就像是心中的答案 越发笃定了似的 吕树忽然笑了 他昨晚梦境泪绝抱着自己 穿梭于凌晨无人的街道 自己在箱子中哭泣 而泪绝则停下脚步 将自己抱入怀中 轻声地唱着小星星 就好像是宿命的轮回 吕树静静地站在 所有人面前 看向张卫宇等人说道 这几天我就在想 五位君的名字 一点都不好听 所以从今往后 你们就叫御龙班职吧 张卫宇率先跪下 扶身在地 头颅埋在头盔的阴影里 气不成声 供应吾王回归 随后御龙班职 全部都跪下了 盔甲摩擦声 就像是怒吼 御龙班职 每个人搏梗上 倾筋跳动 供应吾王回归 声嘲如山海 龙门要塞都在颤抖 第1244集 山崩海啸般的呼声中 天罗地网将士们面面相觑 他们不知道吕宙旧事 也不知道吕树的真实身份 到底有多大的威力 只是他们震惊于 五卫军的效忠程度 已经超乎了想象 原来这就是五卫军始终 没法合并进入天罗地网的原因吧 因为五卫军始终都只是 效忠吕树一个人而已 如果天罗地网 只是战山为王的土匪 那也就无所谓了 效忠大当家 二当家都一样嘛 可惜天罗地网不是土匪 内部也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分歧 这倒不是涅亭在排斥五卫军 而是吕树自己也深刻明白这个道理 此时外界没人知道 五卫军已经换了名字 他们不叫五卫军了 而是继承了曾经的名字 叫做御龙班职 张卫宇等人身上的盔甲连成一片 就像是一座城池般拱卫着吕树 天罗地网将士们沉默了 这就是第九天罗吗 手中竟然握着如此忠诚 又如此强大的军队 他们不知道 张卫宇他们等得太久了 二十三个春夏秋冬里 他们每天都在盼望着这一刻 嘴上喊着 公营吴王回归 可心里期待的 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回归 期待着有朝一日 他们可以像从前一样 回到王座之下 每一个御龙班职 都是神王的天下行走 代表的便是王的意志 那是每一个御龙班职 最辉煌的时光 那日日夜夜的煎熬 那失去同伴的痛楚 张卫宇都经历过了 如今苦尽甘来 不怪他气不成声 若有人与他一样 孤独地坚守了 二十三年的梦想忽然实现 大概也会与他一样吧 曾有人因为穷困放弃 也曾有人因为穷困而自杀 当吕树第一次抵达 吕宙的时候 张卫宇便有一位老同伴 自尽了 这一场等候无比的孤独 他们守望在黑夜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 黎明的光彩会到达 可他们无怨无悔 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这一切的忠诚 不是空穴来风 他经历了太多的考验 也终究被时间证明 说实话 如果不是聂亭和石学进 太了解吕树了 他们甚至都不会允许任何人 将如此危险的军队 带入境内 即便打不过 他们也会将对方拦在国境之外的 天罗地网将士们目光寻找着 他们想看看聂亭和石学进 是个什么态度 结果却发现 这俩人站在操场旁边 跟个没事人似的 旁观着这一切 这时候 天罗地网将士们才松了口气 聂天罗都不慌 他们慌个屁呀 张卫宇等内殿职站起身来 从吕树面前 一一拔出属于自己的天下潮 只见他们动作整齐划一的 用天下潮从手心划过 身体里的血液仿佛沸腾一般 灌注在天下潮的法应纹路上 这是天下潮的认主过程 一柄天下潮便对应着一名内殿职 骤然间 张卫宇等人手腕同时一抖 手中的天下潮便同时一分为七飞上天空 天下潮的碎片在天空之上 如潮汐般席卷 犹如黑云盖地 那些碎片始终呈现着诡异的阵型 仿佛哪个方向出现敌人 这黑色潮汐便会像那里席卷似的 吕树望着天空 又想起张卫宇所说 剑如潮汐 可展大宗师 聂庭的目光也是直到看见这天下潮时 终于认真了起来 不过他倒不是忌惮 而是问身边的石学进说道 咱们天罗帝往现在能打造这个东西吗 石学进慢慢悠悠地说道 我们暂时没必要打造这个东西 如果对手来自宇宙 我们有了也于事无补 如果对手是地球人 那么没有这个 我们也一样是平推 所以天下潮对于天罗帝往来说 暂时还有点鸡肋 最重要的还是让内部修饰 继续提升实力猜对 而且天罗帝往也没有那么多一品高手 来使用天下潮啊 石学进补了一句 而且最关键的是 咱们也没有制作材料啊 都控制在那小子手里呢 嗯 也是 石学进看了一眼手中的报告说 如今已经找到空间通道开启规律了 这些空间通道下次开启 会在四十天之后 而且频率会越来越快 大概一年后便会彻底连通 你说吕树会不会留在吕树不回来了 你还不了解他吗 他肯定会回来的 咱们还是先操心自己的事情吧 聂庭平静着 没有说话 北美那边的劫难虽然被吕树平息 可如果空间通道彻底连通 那么可以预见到 终究会有大量的吕树人偷偷来到地球 然后对整个地球的安定秩序造成巨大的冲击 是时候召开全球修行者会议了 必须组成对吕树的防线 如果吕树解决了问题还好说 如果他没解决的话 那么我们必须做更长久的打算 聂庭石学进已经跟吕树商量过了 他们两个会在下次空间通道开启的时候 进入宇宙 没别的目的 就是帮吕树打架而已 不过在此之前 地球必须形成一个联盟 来对抗潜在的威胁 以往天罗地网都是排斥这种联盟的 毕竟这种联盟 向来都是海外修行组织 用来对抗他们的 但如今 天罗地网不站出来不行了 能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 天罗地网现在必须为了整个地球站出来 当然 聂庭和石学进也不是什么老好人 这也是确立天罗地网 在全球地位的一个过程而已 此时吕树看了聂庭和石学进一眼 双方似乎有了某种默契似的 吕树面对御龙班直说道 这一去 并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说是九死一生也不算过分 想留下的 现在可以出列 张卫宇平静道 吴等愿意前往 御龙班直 其声怒吼 不等愿意前往 吕树笑了 那你出发 活下来的人 一起喝酒 此时再说什么都是多余 一个人 一个人为了结束一件事情 于是选择去另一个世界 面对最危险的敌人 而另一群人 只是为了跟在这个人身后而已 并不在意 前路到底危险不危险 第1245集 这一次 跟着吕树去吕树的 不光是御龙班直 还有陈祖安 程秋巧 吕小渝 如今陈祖安 程秋巧两个人 也穿上了汉山楷 得意洋洋地走在队伍前面 龙门要塞的大门 豁然大开 所有天罗地网将士们 站在城墙上 目送着吕树等人 朝空间通道进发 不知道为何 大家都从这队伍身上 感受到了一丝壮烈 吕小渝将一个箱子 何空扔上了城墙 刚刚好地落在涅亭面前 持绝进弯腰打开一看 赫然是满满一箱子的 洗髓果实 这是吕树和吕小渝 商量之后 给天罗地网留下的馈赠 只要妥善保存 不让里面的能量流失 那么以后天罗地网 便可以救 许许多多的赵永辰 赵永辰在旁边 看到那箱果子的时候 忽然又想到 自己在那个雨夜里 跟吕树说的对话 他忽然冲着城墙下面的 吕树背影吼道 大声辞去 闭上你的乌鸦嘴 老子能回来 赵永辰闭嘴了 来自赵永辰的 负面情绪值 加666 吕树站在空间通道前面 回望龙门要塞的城墙 城墙之上是天罗地网 将士们的目光 吕树知道 这次一去 会有太多人等着他回来 忽然间 远空一个黑点迅速靠近 吕树愣了一下 便抬起手来 整个御龙班值 忽然间随着他的手势 在他面前戛然而止 没人出声询问 吕树让他们等 他们便只需静静地 等着便好 五千多具身披甲衣的 御龙班值 就这么静静地 注立在原地 头盔上的红鹰迎风招展 这一幕太过惊人了 甚至让天罗地网的将士们 感到有些惊艳 就像是冬天里 喝了一壶老酒般酷烈 城墙上的天罗地网将士们 纷纷回头看向身后 天空上的黑点 越来越大 最终所有人都看清了对面的模样 那白色衣衫飘摇的人影 赫然是北欧神主 卡洛尔 吕小鱼在旁边翻了个白眼 这怎么还加戏呢 天上的卡洛尔再次加速 最终落在了吕树身边笑道 总算赶上了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御龙班值一个个都眼观鼻 鼻观心 谁也不敢搭话 尤其是张卫瑜等人 旁边陈祖安乐呵呵笑着问吕树 叔叔 要是吕小鱼和卡洛尔在屋里 屋里着火了 你先救谁 吕树震惊地看向陈祖安 旁边的所有御龙班值都看向陈祖安 李黑探看陈祖安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一个知己 张卫宇差点就无脸了 他有点担心 队伍还没到吕咒就先捡员一人 这就是传说中的 真出师未解身先死吧 吕树一巴掌就派在陈祖安后脑勺上了 肯定先救火啊 我让你屋里着火 让你屋里着火 你还敢往屋里放火 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放火 陈祖安都快被揍哭了 他就是提个假设 这火又不是他放的 现场的气氛 忽然从凝重变得重新欢快起来 来自陈祖安的负面情绪值加999 吕树美好气地朝张卫宇吼道 柴奇 出发 说着 吕树当先踏入了空间通道 而他身后的张卫宇 骤然扯出一面黑色惊奇 上面绣着红色的大字 天罗地网在城墙上有点看不清楚 有人笑声问道 那旗上写的啥呀 刚才第九天罗为啥要揍陈祖安 经旗上写的啥我也看不清 但我知道 第九天罗揍陈祖安肯定是在欠揍 等等 我这有望远镜 有人赶紧拿出望远镜看去 然而他刚看清旗子上写的什么 便愣住了 脱贫致富啊 有人嘀咕道 什么脱贫致富啊 现在说这个干嘛 别把心里话说出来 举着望远镜的那货无语了 倒是有人先把心里话给写旗子上了呀 我的意思是 那旗旗上写的字就是脱贫致富啊 城墙上原本有些伤感的宋别气氛 忽然就荡然无存了 神他妈脱贫致富 第九天罗 您老人家弄个旗子就不能认真一点吗 要知道 这面旗子还是吕小鱼去给李叔他们送熊肉和稀碎果实的路上找人定制的 当时负责缝制这面旗子的手工艺人都懵逼了 他们见过给宠物医院锦旗上秀救我狗命的 也见过给乡亲中介送妙手回春的 但是这么一大面战旗上面秀脱贫致富的还真是头一次见到 当时秀旗子的大妈还问吕小鱼 是不是要下乡扶贫来着 吕小鱼说不是 只不过不管是天罗地网还是这秀旗子的大妈 都小看了这面旗帜在宇宙的威力 这条空间通道外面也有人在助手 与北美一样 大量的奴隶主集结在这里 想要对地球趁火打劫 北美那条通道被杀穿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这里 漫山遍野的奴隶主们正准备进入空间通道 然而下一刻 他们忽然看到那条空间通道里走出一个少年 正对着他们微笑 那森白的牙齿像是要吃人似的 紧接着 少年身后则是身穿黑色 如果知道的话可能会更加惶恐 虽然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五位军都还活着 但眼见为实 现在他们亲眼见到了吕树和五位军 那就说明在宇宙里传播消息的人在撒谎 只是请客间 数十倍于御龙班值的奴隶主们便开始转身逃跑 他们根本没有信心战胜五位军 因为那二十万黑羽军便是前车之剑 如今的五位军在宇宙中的声明如日中天 为等吕树下令 现在的御龙班值指挥使李良便在头盔里冷声说道 这者杀一批 血迹军旗 以锦校友 声音通过头盔里的法印传递出去 吕树没有反驳 这是因为他已经将指挥权交了出去 所谓用人不宜 李良这是要用人命唤醒御龙班值 沉睡数月的血性 吕树没有说话 他也不会后悔 因为他就是来杀人的 五位军的人数少是世人皆知的 毕竟这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东西之一 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本身就是之前 吕树能够联手王城赌方 洗劫赌徒的重要凭借 所有人都看到五位军那么点人 于是就以为五位军会输 结果一个个都混沌龙影河了 只不过现在王城赌方都沉默了 他们自从吕树带着五位军走马王城之后 便彻底与五位军撇清了关系 没有任何一个豪门愿意被牵涉到真正的权力斗争悬窝里去 之前有人传出消息说 五位军被端木黄启给斩尽杀绝 期间西州足足牺牲了二十万的黑羽军 很多人知道二十万黑羽军是确确实实没了 却不知道五位军根本屁事没有 还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御龙班纸 所谓端木黄启灭掉五位军 根本就是没有的事啊 现在他们便要为自己错误的 相信情报的行为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很可能就是生命 李良统帅着御龙班纸朝着东方杀去 这种杀局甚至都不用吕小鱼他们出手 他还在空间通道口 带着小熊许一起接应后续进入宇宙的蜀巢大军 这些奴隶主遇到御龙班纸的一瞬间便溃不成军 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固定的组织 就像是地球上的一群散修去探索遗迹伎似的 只不过他们没想到 空间通道里面会冲出一支杀神般的军队 张魏宇等人手持天下巢在前面开路 内殿职的威力在集群式作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黑色的前锋像是一柄锋利的手术刀 精准地插入奴隶主队伍中 犹如划开肌肉组织一般 将逃命的奴隶主队伍纷纷切割开来 而紧随其后的御龙班职则迅速完成收割 血流成河 一时间空间通道外面全是奴隶主的哭喊声 一个冲锋过后便有数不清的生命消失 吕昼和平了那么久 今天恐怕是奴隶主们所见过的最惨烈的一天 这里犹如人间炼狱 吕树在想 自己将指挥权交给李良 真是个明智的决定 对方的命令总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候 传达到每个人的耳朵里 然后完成最高效的收割 但凡奴隶主那边出现一点点抵抗的意图 便会被李良带着御龙班职迅速粉碎 以至于吕树卡洛尔 他们根本就不用出手了 御龙班职所过之处 催枯拉朽 而且如果是吕树指挥 恐怕他会放过这些奴隶主 因为双方成长的环境不同 吕树对生命更加敬畏一些 也不太喜欢杀人 可这是真真正正的战争 你所有的人词 最终可能都会化成敌人手中的利剑 御龙班职必须用实际行动告诉整个吕树 与御龙班职作对 会死 就如同在长白山老虎被要塞时一样 那些散修没意识到天罗地网其实也会杀人 便勾结了十多万人来到长白山 以为那就是一场散修的狂欢 如今也是这样 御龙班职将面对的也许是整个吕树 所以他们必须要将胆怯者吓退 那样能省不少的事情 在这个方面 礼良远要比吕树或者张魏宇更加冷酷理智 他如今的修行根基与地位都来之不易 必须更加珍惜 而且他本身相对于原先的五卫军来说 就是一个外人 所以他必须更加努力地去体现自己的价值 当礼良意识到 那个战山为王白手起家的少年 便是老神王时 他便已经意识到 这次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好的机会了 建功立业就在此时 机会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李良心中甚至还有一丝庆幸 谁能想到 那个把王城赌徒逼进龙颖河的少年 竟然是神王呢 这太不真实了呀 御龙班值冲撞的时候 赤后刘一昭也干脆留在了队伍中 要知道他也身披汉山凯 现在根本不是需要赤后的时候 忙就完事了 刘一昭凑到张卫宇身边吼道 我就说你老小子不时常 当年骗了我 现在还想骗我 还好机智如我 压根就没有相信你 张卫宇是满脸的问号 这他妈的他也被蒙在鼓里呀 当初在吕王山的时候 他真的是真心实意地在劝刘一昭的 张卫宇那个时候拍着胸脯 跟刘一昭保证自己没有骗人 这少年绝对不是老神王 结果打脸来得太快 让人根本没有防备 万万没想到啊 在王城外面听到小星星的时候 张卫宇就已经有了猜测 而他始终没说出猜测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 他有点不想面对刘一昭 刚刚好公营吴王回归的时候 压抑了二十三年的心情 一瞬间得到释放 心里倒是痛快 可现在要面对刘一昭的嘲讽时 张卫宇就有点牙疼了 谁知道大王瞒得那么深啊 如果他知道云以二十三年前 交代自己留在田耿镇 就是为了等神王 那他早就猜到真相了 可问题是云以什么都没说呀 张卫宇很清楚 那个时候云以并不信任自己 因为他是刚刚参与过反叛的人 所以就算目的是好的 也必须防着一手 张卫宇觉得 云以为了大王的性命 做此打算 一点问题都没有 神王进尘 本身就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可他妈现在谁能先让刘一昭闭嘴呀 刘一昭也是太亢奋了 以前他也会偶尔有那么一丝不确定 而现在尘埃落定后 他真的太开心了 于是便一直在张卫宇旁边 叨叨叨叨叨叨叨 其实刘一昭平时真不会这样 他属于五位军里少有的 安静美少年种类 但经历过刚刚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 太亢奋了 也完全可以理解 而刘一昭叨叨叨的内容 基本就是 老张你不厚道啊 二十三年前骗人也就算了 去年还骗 但我果断识破了你这个老骗子的阴谋 我真是个机智的少年啊 李良在头盔中平静道 先杀敌 其他事情等会说 毕竟这炼制上去的通讯频道相通 还无法关闭 这正指挥作战呢 一直有个刘一昭变身画牢 真是太糟心了 所以李良作为主帅 必须赶紧制止这种行为 老李 晚上请你喝酒 南庚城 我输 是的 御龙班职再次回归吕州 第一站 便是南庚城 第1247集 御龙班职回归的第一站 便造就了一处人间炼狱 张卫宇等人回望过去 身上满是别人的鲜血 他们向前走去 一脚踩下去 便陷进起脚踝的血泥之中 李良来到吕树面前说道 大王 可以结束了 吕树望着满目疮痍 忽然叹息道 杀得太多了 那些奴隶主的尸体 扭曲地躺在地上 御龙班职的杀法手段太过凶猛 而这群杀匹又太过酷烈 以至于战场里 有种超乎想象的血腥感 陈祖安和程秋桥两个人 在内殿职队伍中 他们忽然感觉 为欲望生者 必为欲望而死 这大概就是奴隶主们的宿命 李良平静道 大王 您是回来杀人的 御龙班职 本就该陪着您走一趟 这湿山血海 才能让世人明白 谁才是真正的王 这一次 您甚至不用亲自动手 这些虾兵蟹将 无等替你杀了便是 吕树笑了笑 放心 我并没有你想象中 那么优柔寡断 我会与你们并肩作战的 杀人 我也不是没有杀过 李良不再多说 其实他自己也非常明白 吕树肯定比他更加清楚 该干什么或者不该干什么 并不需要他多说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空间通道 甚至还没有关闭 所以龙门要在城墙上的 天罗地网战士 还没散去呢 便看到有血液组成的河流 顺着空间通道 鼓鼓流进了地球 鲜红而又粘稠的血液河流 一路躺过来 仿佛永远不会结束似的 这条河流 竟然直直地流到了龙门要塞城墙下面 天罗地网的将士们都惊呆了 第九天罗他们到底杀了多少人的 得是多么惨烈的战争 才会出现这种景象啊 有人惊疑不定地说道 以五卫军的实力来看 这鲜血恐怕九成九都是敌人的 短短几十分钟 恐怕杀了上万人 大家都知道 吕树他们是去打仗的 大家也都杀过人 可血腥还是来得太快了一点 要知道 吕树他们这才刚刚进入吕咒啊 就是这血河横流的一幕 让不少天罗地网将士 甚至对吕咒产生了一个误解 吕咒在他们眼中 就像是一个炼狱一样 有人忽然说道 你们记不记得 有一次我们在食堂 和五卫军一起吃饭 他们有人说 第九天罗就是那个炼狱世界的王 好像有这么回事 时至今日 吕树在地球人眼里 仍旧是扑朔迷离的 没人真正去过 所以不知道真相 而此时的吕树阵臂一呼 御龙般直便犹如一头巨龙般 朝着南庚城方向进发过去 沉重的盔甲在山路中碾压而过 犹如一架巨大的战车 正在轰然作响地行进 连山路都要压平了 没过多久 南庚城里的百姓脸上 就出现了整齐的惶恐神色 他们听见远处轰轰隆隆的脚步声 一步一步地就像是踏在心跳上 几乎能让人窒息 城头的守城士兵惊慌无措 然后他看到了盔甲洪流中的惊奇 脱贫致富 有人大喊道 是武卫军回来了 城内的有心人全都豁然回首 望向西方 那是吕树等人来时的方向 他们在这里潜伏许久 竟然没想到 有一天对方还会回来 其实各方势力将他们安插到这里 就是在等 可谁都觉得等不到了 等不到的时候 大家觉得很无聊 一个个都希望武卫军早点回来 可是当对方真的回来时 他们又有些害怕 只不过与他们的神情相反 南庚城的老百姓 真是太欢迎武卫军了 之前武卫军在的时候 这里一片祥和 城池里越来越干净 人丁越来越兴旺 还没人敢打劫 别说城里没人打劫了 就是整个南州的土匪马匪 都被逼着搬去其他州了 毕竟敢去王城剿匪的军队 也就这么一支 只是当武卫军离开后 土匪马匪又回来了 南庚城的肥皂厂也停工了 因为没人知道 烧减这个工艺怎么来的 当初吕小鱼和吕树 就瞒住了这项关键流程 于是刑商们不怎么喜欢来了 还有马匪打劫 这日子过得太不舒心了 现在武卫军回归 不管别人怎么说 反正南庚城的老百姓们 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 朝着南庚城城墙跑去 想看看武卫军 是不是真的回来了 只是当吕树他们出现在 视野中时 所有人都看到了 他们身上刚刚干涸的鲜血 猙獰的紫色 犹如恶魔身上的纹路 杀气冲天 这个时候南庚城的百姓们忽然意识到 武卫军除了是南庚城的主人 除了带大家赚钱之外 还是一个能进王城杀人的军队 有人惊疑不定地问道 他们这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杀了多少人 我听说 田耿镇往西聚集了好多奴隶主 在空间通道那里 不会都被武卫军给杀了吧 确定是武卫军吗 脱贫致富的旗子不会错呀 除了他们 还有谁会举这种旗子 也是啊 关于武卫军回归的事情 已经被有心人迅速传递出城 甚至有些消息 直接传递到了王城 这个消息 就像是一块巨石 落入原本快要平静的海面一般 掀起轩然大波 王城豪门 开始召集家族中人商议对策 其实他们才是最不希望 看见动乱的阶层 作为顶级豪门 每一次动乱 都可能代表着一个豪门的陨落 如今宋家赌方大掌柜肖明泽 在家族内身价直线上涨 倒不是说宋家想要投靠吕树 他们善待肖明泽和大供奉赵帅 完全是因为这俩人跟吕树结了善缘 若有哪一天宋家想站队 那么肖明泽和赵帅 就是他们联系吕树的最佳纽带 但最难受的不是王城豪门 而是那些刚刚因为五卫军消失 而搬回南州境内的土匪们 本来大家都得到消息说 五卫军离开了 他们去别的地方战山为王 还得跟地头蛇抢饭吃 哪有在自己家地盘来得痛快呀 所以五卫军消失 他们就立马回来了 可是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刚回来 你也回来了 只是一晚上的时间 南州境内的土匪们 又开始拖家带口地 踏上了逃亡之路 这上哪儿说理去啊 南州的土匪已经是全宇宙的笑柄了 前段时间里 大家的饭后谈资中就会提到他们 并且表示 这大概是全宇宙最没有尊严的土匪了 毕竟一个土匪占山为王 是为了打劫别人的 结果到了南州 一点土匪的生存土壤都没有 一个个被五卫军给撵得上窜下跳 连家都不敢回 例如云安城附近的土匪 他们大部分都是从云安城里出来的 或者从小生活在云安城附近的镇上 现在他们压根就不敢在附近待 毕竟被五卫军抓到了 就是死路一条 说实话 也有土匪想过要很没骨气的投降 毕竟这些人又不是什么英雄 没骨气也很正常 但关键是 五卫军压根就不接受投降啊 最近西州东州的土匪最大的兴趣爱好 就是拿南州的土匪们开帅 反正吕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娱乐活动 大家闲着也是闲着 此时南庚城的百姓们 看着吕树等人越来越近 脚步越来越重 有些带着墓地来到南庚城的人 已经心生退意 老百姓中 有几个人鬼鬼祟祟的想要溜走 结果他们刚脱离百姓的队伍 往后跑去 吕树便示意张卫宇等人飞天而起 竟是直接越过城墙 飞到了这些人面前 将他们一一截住 有人知道自己肯定逃不掉了 便赶紧跪在地上大喊 我说 我什么都说 九大王饶命啊 可是话音刚落 张卫宇等内殿职 便将他们斩于剑下 盔甲上深红的血痂 又添上了新鲜的血液 猙獰可怖 其他人顿时明白 这个时候 吕树已经没兴趣 找他们这些小鱼小虾 问什么情报了 他们就算知道点什么 也不会知道的太多 所以 别有用心靠近五卫军的人 都要小心了 会死的 当然 这些忽然逃走的 也都是沉不住气的 老江湖绝对没有如此容易 便暴露出自己的马脚 他们就算心里害怕 也会不动声色地 继续躲在百姓之中 掩藏自己的身份 但是 吕树怎么可能放过他们呢 吕树还有大量的神钞 没有用出去 那个时候 他在王城 想用神钞 全部换成法器盔甲 可问题在于 存世的法器盔甲 根本无法跟上他的需求 就算有钱都花不出去 而这些神钞 如今在吕树看来已经没什么用了 御龙班值 进驻南庚城的第一件事情 便是聚集南庚城的老百姓们 要知道 这个时候 御龙班值连盔甲都没有清洗 仍旧是一身的血腥杀气 老百姓们也颤颤巍巍巍的不敢说话 吕树站在所有人面前 朗声道 我们在南庚城带各位不薄 如今把大家聚集在这里 不是要对你们有什么不利 而是要跟你们谈一笔生意 老百姓们窃窃私语起来 生意 这俩字是南庚城百姓们 如今最喜欢听到的了 因为肥皂生意 南庚城 俨然成了南州里最大的商贸中心之一 生意就意味着利益 意味着优渥的生活 吕树笑道 我这里呢 有百万神钞 只是想劳烦各位 找出你们当中异常的外乡人 比如说不做生意 却在南庚城住了很久的 比如说做生意 收了货物却不见离开的 比如 你们明白我们要找谁 只要你们找出一个人 就可以在我这里领五万神钞 这次吕树真的是大手笔 但这可不是他真的大方 计划是李良定的 吕树早就不参与计划制定这项工作了 毕竟这一战关乎太多人的性命 他不会带着大家去试验 那个计划必然失败的魔咒 还会不会灵验 按照李良所说 御龙班职进入吕咒后的第一战 必须要把敌人杀得胆寒才行 必须让一些墙头草退场 省得一些利欲熏心 却不知轻重的豪门 随时准备趁火打劫 而下一步 则是要把御龙班职的态度 传递给各大豪门与势力 警告他们 那么吕树怎么警告他们呢 总不至于一家一家找上门通知说 我们御龙班职准备打仗了 不想死的别出门 那就太费时间了 不如直接来南庚城 因为南庚城这里 必然聚集了大量的密碟 虾兵蟹将杀一批遗警校友 如今还躲藏在老百姓中间的老江湖们 必然都归属于大势力 吕树就是要把他们给找出来 至于钱超 这种东西说白了 不过是统治者发行的统治工具而已 吕树既然准备掀桌子了 那这东西就不再重要了 想要什么 直接拿就好了 如果有聪明人 恐怕还会主动把资源送上门来 吕树一想 是什么回事啊 这个时候南庚城百姓们面面相去 事实上 这年头街坊邻居的关系还挺密切的 远不像地球那样 隔壁长什么样都不一定知道 所以吕树一说可疑人物 当场就被指认出来了好几个 李黑探这边带人拎着大叉子 负责甄别工作 间谍们一看李黑探这架势 就不太敢轻举妄动了 最终 南庚城百姓们拿着吕树给的神钞 欢天喜地地散去 而剩下几十号人站在吕树面前 哪怕是老江湖 这时候也扛不住压力了 一个个腿都是抖的 有人说大王冤枉啊 然而吕树摆摆手笑道 不要怕 我不是要杀你们 大家一听这个就镇定了一些 有人鼓起勇气问道 大王想要干什么 吕树笑咪咪地说道 给你们主子带句话 这次我回来寻私仇 不相干的人别冲上来送死 明白吗 他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和蔼可亲了 可是密碟们不这么想啊 吕树这一开口就断定了各大豪门 就算参与也只是送死 这得是多大的口气呀 这密碟中也不全是胆小者 毕竟为豪门奔走 总要有那么几个拔尖的精锐在此 其中有人忽然小声说道 大王 您需要收敛一下您的脾气了 这吕咒没那么简单的 语气恭敬 但却不卑不亢 吕树冷笑 哼 我不需要收敛我的脾气 那需要什么 我需要的是 你们管好自己 那位说话的密碟 见吕树是这副脾气 一点都不听劝 当场就有点后悔主动说话 不过吕树都到这个身份地位了 肯定不会跟一个小小的密碟过一步去 顶撞了也就顶撞了嘛 现在的吕树觉得 自己必须矜持一些 表面笑嘻嘻的就行 然后等没人的时候 再让李黑探去砍了这密碟全家 最终 吕树还是将所有密碟放走了 不过中间出现了一点意外 因为有两个老铁真的不是密碟 就是觉得南庚城环境好 想要来定居呢 结果李黑探压根不听他们的解释 还是被赶走了 要说现在南庚城 确实是吕树内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 环境好不说 卫生搞得也好 吕树当初身为地球人搞出来的卫生标准 真不是吕树人能比的 玉龙班值回到了久违的营房 他们走了这么久 这里也保持了原样 当然主要还是没人感动这里的东西 陈祖安和承秋桥两个人参观这营房感叹道 完全是按照天罗地网的标准来呀 来了这儿就跟回了天罗地网营房似的 吕树没好气地说道 别废话先洗澡去 把盔甲清洗干净了 大战之时 谁也不会觉得身上有血污怎么了 那时候谁能雇上这个呀 可能砍出去第一件时 有血污撒在自己身上会有些不爽 但是等鲜血泼洒得多了 也就麻木了 如今暂坐休息时 大家都觉得身上污臭不堪 有些难以忍受 只不过这群货排队洗澡 清洗盔甲的时候 差点没把营房给拆了 吕树黑着脸走进澡堂 看向这群打水仗的弱智 冷声道 安静洗完 二十分钟后开始文化课 澡堂里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还有文化课这种东西啊 澡堂里一阵哀嚎 尤其是李黑炭的声音最大 这文化课来得完全没有防备啊 只不过在御龙班值内 如今吕树说出去的话就是天条 还真没人敢反抗的 十多分钟后 一群壮汉就像是乖宝宝一样坐在叫场上 每个人相聚的距离都分毫不差 整整齐齐 不过吕树并没有直接给他们上课 而是物资的带着吕小鱼卡洛尔支起巨大的篝火 将他从遗迹中得到的黄鳞羊群给宰杀了足足一半 放在火上炙烤 在烤肉旁边则是一瓶瓶来自地球的高度数烈酒 看得李黑炭他们都快馋枯了 就算李黑炭他们是吕树人 平时也没怎么吃过实力境界这么高的羊肉啊 张卫宇等人倒是吃过 可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想到那个味道便会想要流口水 吕树看向所有人 沉默了两久之后说道 今天第一件事情 我要感谢各位愿意随我九死一生 御龙班值所有人都面面相觑 在他们眼里 跟着吕树出生入死 那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啊 吕树这忽然说感谢 真是让他们有点不知所措 可心里又有点感动 因为吕树并没有把他们当作附属品 而是当作战友来看待的 吕树认真地看着他们说道 第二件事情 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各位 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 敌人到底有多么强大 我们最终会赢 但必然付出代价 李黑探嗡声嗡气地说道 大王 你不用说这个 我们都懂 你放心 我李黑探绝对不会后悔 吕树笑了 哎呀 后悔也晚了 御龙班值轰笑起来 就在这哄笑中 李树点点头 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回答上来了 我就不给你们上文化课 李黑探眼睛一亮 大王 你说吧 我学得可扎实了 都自学了一半初中课程了 这个倒不是李黑探吹牛 他学习确实挺起劲的 现在李黑探 还是青龙学习小组的 学习标兵来着 不过李黑探知道 最大的依仗并不是他呀 而是张卫宇 这老小子 对地球的学识太感兴趣了 有一次李黑探问张卫宇 学到哪了 结果这货说 自己已经学完了高中课程 给李黑探羡慕坏了 不少人都把期待的目光 投向张卫宇 只要张卫宇回答上了问题 他们就不用上文化课了呀 张卫宇的脸上 已经露出了自信的神采 只听吕树沉吟两秒说的 题目说 有一只熊 掉到一个陷阱里了 陷阱深19.617米 下落时间正好两秒 请问 这头熊是什么颜色的 张卫宇 李黑探满脸的问号 来自李黑探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来自张卫宇的负面情绪值 加999 张卫宇还有点不服气 大王 你这题条件不全呢 吕树乐呵呵笑道 怎么不全了 首先计等于九点8085 北纬44度 其次 既然为熊设计地面陷阱 一定是陆七熊 所以是棕色 张卫宇的嘴巴张了半天 他这一生走过最长的路 果然还是大王的套路啊 一堆人垂头丧气地准备上课 结果吕树让吕小鱼和卡洛尔 每人发了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 大家正不明所以的时候 却听吕树忽然平静说道 今天是最后一堂文化课 我要听写你们过去所学的内容 我说 你们写 大家有些茫然 怎么就开始听写了 然而这时候 吕树忽然说道 张卫宇 大家愣了一下 看向吕树 什么意思 喊张卫宇吗 吕树摇摇头 我让你们在本子上写 张卫宇 李黑探 刘一昭 陈祖安 成秋巧 吕树每听写一个名字 御龙班职的心里 就像是有一个锤子 在心坎上砸了一下 吕树这最后一节课 竟是要听写整个御龙班职的名字 要让他们将每个战友的名字 都记在本子上 大家写字的时候都很用力 就像是要把这些名字 刻在自己的骨骼血肉里似的 吕树的声音穿过黑色的夜空 传递而来 都把本子带在身上 只要这御龙班职还有一人活着 你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被遗忘 出发 杀人 有人说这王城的繁华 有王城九五豪门的一半功劳 这王城里 九成九的产业都是他们的 当吕树归来的消息传递到王城时 那些沉静的深宅大院里都有了动静 红墙灰瓦里 灯火逐渐点亮王城的夜色 甲山与景观之间小路幽静 寻常这里的仆人走路都是小步轻挪 举止安静 这是下人们生怕打扰了主人家 恐会遭到责罚 这是一个小奴隶在路上奔跑 内府管家看到了便怒目而逝 他双手拢在袖子里 用尖细的声音骂道 慌慌张张的 成什么系统 这内府不比外府 例如萧明泽那样的外事掌柜 都跟正常人无异 但想要在内府当差 奴隶是必须静身的 防止他们祸乱后宅 大人 实在是有重大的消息 咱们在南庚城的密谍 创回消息 说有大事并报 这小奴隶说着 便将一块传讯镜子 递到了管家手上 管家一听是南庚城的事情 便也顾不上体统了 赶紧打进一丝灵力 唤醒了传讯镜子 只见镜子里有一人说道 启禀大人 五位军于今日已经返回了吕州 在南庚城稍作修正 便向西去了 管家瞧瞧眉毛 啊 向西 可是往西州那边 他们不会是要去杀端木皇起吧 密谍小心说道 这个小人不敢忘断 这种大事 万一他判断错了 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他能做的就是提供情报 至于即将发生什么 那就跟他们没关系了 为豪门效力 便像是鱼虎谋皮 他们不得不谨慎 管家沉思了片刻说道 这五位军如今多少人 五千多人 这个数目不会错 我刚才也得到消息说 他们刚回归便杀溃了聚集在西州 南州边界上的那些奴隶主 实力不减反增 如今的五位军更加可怕了 不是说他们被端木皇起灭了吗 怎么 二十万黑羽军都没了 他们竟然一点都没被削弱 那场大战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人不知啊 密谍低头偷偷翻了个白眼 要不是得到消息说 五位军被端木皇起灭了 他怎么可能去南庚城那种危险的地方 今天确实走了一批密碟 可被杀的也不少啊 五位军与黑羽军那场大战 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整个宇宙都想知道的事情 二十万黑羽军都没了 如今端木皇起回到西都身居检出 情报纷纷扰扰 没一个靠谱的 只不过密碟有点想不明白 为什么五位军跟屁事没有似的 难道那场大战里面是端木皇起溃败了 想到这里 大家都不由有点难受 那可是西方天地呀 怎么忽然蹦出来个少年 竟然能与西方天地分情抗礼了 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 五位军一路西行 搞不好是去杀端木皇起的 这要是弄死一个天地 吕咒可就真的要乱了 管家想了半天忽然说道 还有其他比较异常的事情吗 您这么一说 我还真想起一件事情 他们在营地中修整后 我们曾潜入过营地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结果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 赶紧说 这个时候卖什么棺子 他们烤了几头羊 但是并没有吃就离开了 那些羊肉看起来就很好吃 闻起味道 可比大家平时吃的羊肉香多了呀 可为什么五位军没有动呢 太诡异了呀 管家懵逼了半天 啊 就这 这就是你说的很不同寻常的事情 密蝶憋了半天 啊 就这呀 您是不知道那羊肉闻起来多香啊 嗯 哎呀 滚滚滚 管家没好气地关了传讯镜子 密蝶在对面老委屈了 那羊肉真的是闻了都走不动道啊 五位军士怎么放下这些羊离开的 确实很诡异好吗 此时此刻的御龙班职 正在全速行军的路上 吕树看着后台密密麻麻的负面情绪职 乐得眉开眼笑 他最近特别想要赶紧点亮 第六层星云的所有星辰 不仅是升级境界的事情 那个时候 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奏厨惠了 现在厨惠躲在第六层主星上面 不归吕树侠制 让吕树非常的不爽 而且马上面临大敌 实力当然是越高越好了 这个时候 他又没什么太好的 吸取负面情绪值手段 除了刚刚杀掉奴隶主以外 暂时能利用的 就是李黑探他们了 羊肉可以不用来吃 但必须值回票价 李黑探他们都快疯了 眼瞅着羊肉烤好了 结果不让吃 大王 您这不是世事大会吗 正经的世事大会 应该是大家吃吃喝喝 最后把碗一砸 然后万分激动地奔赴战场 谁会在世事大会上 故意恶心人呢 一开始大家以为 吕树是把这事给忘了 但后来大家发现 吕树压根没忘 那就是故意的 大王 还是那个大王 起码气人这方面的恶趣味 真是一点都没变 王城豪门的那位管家 往院子更深处走去 他要将这件可能影响 整个旅宙格局的事情 告知家主 不能有半点马虎 与此同样的事情 王城许多处都在发生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 五卫军当初从王城出去 能够顺利地返回南庚城 就已经足够幸运了 谁都没想到 那个时候 五卫军竟然屠杀了二十万的黑羽军 后来大家听说五卫军被灭 其实大家心里都觉得理所当然啊 毕竟五卫军面对的是西方天地 不被灭才不正常 在大家看来 西方天地 就是这世界最强大的那几个大宗师了 实力深不可测 可是现在呢 五卫军不仅回来了 竟然还直奔西方 看来像是要杀端木皇企似的 那个王城少年来京都时 虽然动静很大 但谁也没想过 对方竟然能撼动 这吕咒上千年的权力秩序 有人要挑战天地的权威了 院子深处 一位家主平静说道 五卫军 如果真要是西进 找端木皇旗 那么他们叫先过刘建官 那里凭借天险 守军众多 五卫军未必有那么容易 忽然有声音 在外面响起 报 刘建官破了 家主愣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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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